公元1430年正月,户部尚书下元级去世。 郑和在南京漫长的等待,终于熬到了头。 此时,在位的大明天子,明宣宗朱瞻基已经32岁。 和祖父朱棣一样,朱瞻基是一位不甘平庸的皇帝。 他的爸爸仁宗在史书上记载,之所以没有被废掉。 要废了他,离汉王为太子,他没有被废掉的一个原因, 就是因为有朱瞻基皇太孙。 这个孙子是他最喜欢的,他的那种英武的程度,类似于朱棣。 他上台以后呢,他确实做了很多的政治商业, 盖阁包裹,清除一些贪官污吏, 制定了很多的新政的政策。 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, 就是他要决心要振兴他爷爷曾经搞过的在海外的声威。 十年前,紫禁城落成典礼举行。 郑和带着来自各国的使节和数不清的奇珍异宝,远航归来。 陪伴朱棣度过这段美好时光的人,正是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。 盘旋在宫殿上方的香料气息, 萦绕在朱瞻基的心头挥之不去。 他比谁都渴望大明帝国的光辉, 能再次照亮整个世界。 随着下缘级, 这个航海事业的坚决反对者离世, 朱瞻基终于能放开手脚, 开始追逐自己的大国海洋梦。 公元1430年6月29日, 朱瞻基颁布照令, 派遣郑和出海远航。 郑和第七次踏上扬帆启航的旅程。 当第一缕季风把旗帜展开, 船员们沸腾的热血瞬间被点燃。 季风对于水手, 就像战骨之鱼士兵, 是刻不容缓的召唤。 季风一起, 他们的心就澎湃起来。 在一片欢呼声中, 郑和的表情沉浸似水。 出发之前, 他在太苍刘家港和福建常乐的天飞宫中, 特意立了两块石碑, 记述自己六次航海的经历。 已经年老的郑和清除, 自己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朵飞沫, 大海可以把一切揉碎埋葬。 如果不借助石头的支援, 他所做的一切, 也许将会烟消云散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